第一手观察带您贴近新闻现场 新闻最前线 机制下是否渴望持续 而也会不会冲击到两岸关系 那么其次是复兴航空空难的后续的焦点 我们连线中央社驻北京记者邱国强 非常欢迎国强你好 我们先来谈谈是陆委会主委王玉琪 和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去年互访开启两岸最高主管相关事务官员互访机制之后 原定2月7号8号在金门会面 但却临时喊停 那么陆委会的说法是因为 大陆并没有对片面化是M503新航路 十足善意 国台办和大陆学界好像有不同说法 提到考量正值复兴航空空难上后时间 是不太恰当的 那么您观察 为什么会有这突如期来转折 大陆有哪些说法呢 这个我们可以从那个王章会宣布 延期那一天 陆委会跟国台办的说法 还有国台办记者会里面 他们发言人马晓光的说法 可以看出一些脉络 记得这个王章会延期的消息刚公布的时候呢 大陆的国台办那边是说 主要是因为这个复兴航空空难 两岸都必须要在这个结果眼上面呢 先进行救灾 而且这个理由是人命关天 所以两岸都需要把精力放在这个救灾这方面 那因为这样子呢 所以就把这个王章会往后顺言 那但是呢 我们的陆委会 行政院陆委会当天稍晚的时候 他所发布的消息 除了复兴航空这个原因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陆委会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因为这个M503这个航路 就是贴着海峡中线的这个航路 所起的争议 那因为这样子 陆委会认为 如果说在这个航路 没有能够解决这个争议的这个情况之下呢 就举行这个王章会呢 可能也不是很恰当 那加上这个台湾的民意 对这个M503这个航路的划设 有很强烈的这个意见 所以这个也成为这个 王章会往后推迟的一个原因 那么在国财办的记者会里面呢 就有媒体问到 这个王章会的这个延期 到底是不是跟M503的这个航路有关系 那么媒体是这样子问 但是国财办发言人 毛小光在回答的时候 完全没有提到M503这个东西 他必须强调的就是 这是因为复兴航空空难 两岸都必须要专注在这个空难的这个救援方面 所以才把这个王章会向后顺延 顺延的原因 他们完全没有提到M503这一下 是 那么中国大陆在2月中的时候 宣布即将在3月5号就要生效 这个新航路的划设 在这期间是不是会有转环 就是两岸是不是有磋商的空间也是观察的重点 再者相关的焦点我们要来看的是 云先研判可能只是王章会延期 不过现在应该可以说已经破局 因为陆委会主委王玉琪 因为前陆委会副主委张行要 涉嫌官泄密不起诉而请辞 而且此意甚间 不晓得中国大陆对于这样的人事的变动 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博台办的记者会上面 发言人小瓜 他反映出这个大陆的定义 就是这个是台湾的这个内部的人事调整 对于这个人事调整 他们不做评论 但是后面也讲到一句话 就是说 不管这个人事怎么样的调整 就是希望不要影响到这个两岸关系的 这个运作的这个机制 我想他们是希望把这个王玉琪 请辞的这个层面 还有他们的冲击 能够把它降到最低 因为大陆一向 他们的这个对台湾内部的人事 他们是至少他们形式上面 他们是不评论的 尤其是王玉琪请辞的这个事情 是起因于这个副主委张显耀 涉嫌所谓泄密的这一个部分 那么这个事情目前检方已经宣布不起诉 那因为这个诉讼的这个内容 就是涉及到 向这个对岸 大陆这边做这个泄密 大陆对这一点 他当然也是觉得是很敏感的 所以他也希望把这个事件的影响 能够降到最低 所以他在做评论的时候 他一直就是定调说 第一个人事的这个变动 是台湾的内部事物 他们不评论 第二个 因为是陆委会的人事 那陆委会的人事 不论怎么样的变动 就是希望他们的立场就是 希望不要影响到两岸关系 既有的这个体制 就是这样 也可以这样解读吗 就是说为了两岸关系 不会受到人事的变动 也会来推进两岸的互动 包括很多民间事务的协商 因为现在大家也高度关注 包括服贸贸贸 或者是互设办事机构 等等这样子的一个谈判 因为大陆他其实 他的立场也就是说 不管你是谁 上来执行这个 两岸政策的这个推动 还有交流 那他其实一个很基本的立场 就是九二共识 他们一直都很强调 这个两岸所有的这个往来 都要必须建立在 这个九二共识的基础上面 所以说其实他们有足够的理由 就是声明说 台湾相关单位的这个人事变动 他们可以没有意见 至少两面上 他们可以没有意见 但是就是不要影响 这个两岸关系的这个发展 还有这个体制的运作 那换句话说就是 他的背后没有讲的意思 就是说不管你换什么人上来 这个九二共识的这一个 政治基础是不能动摇的 其实他背后所要表达的意义 就是在这边 等于说中国大陆对台湾的 两岸互动的立场是不变的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谈的是 复兴航空空难造成惨重伤亡 其中有31名的大陆旅客 我们也知道由于两岸已经建立 一些上后处理机制 不过后续还有很多 值得我们来关注 就是说中国大陆方面 对于在后续比如说旅游安全 是不是有些期待或者说反应呢 在这个方面呢 国台办的记者会上面 马晓光也有回答这个问题 他的说法是比较隐晦 他就是说针对这一点 大陆会透过这个旅游 小两会的这个沟通平台 向台湾反应 希望台湾对这个陆客 在台湾的这个旅游的安全 予以改进 他讲了这四个字 予以改进 那么我想这个话 虽然说是很隐晦 但是实际上可能也代表了 大陆官方对这个陆客 在台湾旅游 因为这几年来也发生了不少 这个重大的这个事件 那可能也表现出 他们的这个疑虑 那希望就是说 能够让陆客 对到台湾旅游 能够安心 至少不会再有重大的 这个沟通事故的 这样的一个阴影 所以他现在 他是用一个比较隐晦的方式 等于算是点 台湾这边 希望说能够注重这个旅游安全 那么这一点呢 想必台湾方面 知道大陆这样子的一个表态 那相信相关的单位 应该也会做一个 比较妥善的一个检讨 以及这个改进的一些措施 台湾开放 中国大陆旅客 到台湾来旅游 其实这个政策门是越开越大 我们也很担心说 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事故 是不是因夜费时 会不会调整这个旅游政策 不过我想应该是会往 比较正面方向来发展 那么有一些状况意外发生 就要务实的做一些检讨 好 在这边我也想再请教 国强就是说 有关两岸关系 最近可以说 突如其来一些变化 不晓得 中国大陆在相关的舆论 或者是媒体报道 是如何来呈现的 是不是有高度关注 在这个部分 除了这个复兴航空的空难 他们是做了蛮大幅的一个报道 因为飞机上超过一半的旅客 是大陆旅客 在这个复兴空难这个部分 他们是做了非常大幅度的报道 但是在这个王章会延期 以及这个王玉琪请辞的 这一个部分 他们的报道其实并不多 至少跟这个复兴航空空难的 这个篇幅相比 是小了很多 那这一点也可以看得出来 大陆方面希望把这件事情淡化 淡化到一个 甚至是接近事物的层次 或者是一个内部人事变动的 一个层次 那这也反映出大陆 他的这个立场 以及背后 因为这个张显耀事件 所谓这个泄密事件所反映出的一种尴尬 因为这是毕竟是泄密 就是说张显耀是被指控 把这个机密从台湾这边 向大陆的方面泄露 那这个事情坦白讲 对两岸关系来讲 应该算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一观感 所以说大陆在这方面 至少在舆论的方面 他们是做到了淡化处理 这样的一个方式 比较冷处理 但是比较关注民生复兴航空难的 整个处理的一些工作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中央社主北京记者邱国强 针对王章会声辩 还有王玉琪 辞去陆尔会主委后的两岸关系 以及复兴航空空难 上后的相关焦点 带给我们第一手的观察 非常谢谢国强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主持人